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应该说每年功夫它都有很多叫什么呢 很殊胜的影响 这个在信徒当中比我们感受的更多 有的人能够不管是起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 他们更加会从外面三不一般败到这庙里面 并没有阻挡他们 这是起义 那么他们也会见到很多叫瑞相 瑞相 这个我们也看到过 您见过吗 也见过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说跟在这里 你会头望头望看在天上 天上就有很大的这种彩虹 尤其是盛世从关 这里所有参加的一个人都能感受得到 当时盛世从关之后也是共复了一个月 在共复一个月结束的时候 我们虽然说当时是谈好的 共复在寺庙里 其实他们当时也是想把它还是请到博物馆去 因为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具备 要请回去 那么我们就说 因为这个是不大切合实义的 因为实现都讲好了 要共复在寺庙里 怎么这个时候想请回去 结果就下雨 联系下了几天大雨 这个雨还下得特别的大 就让他们这个愿望实现不了 对 我们只能感受是这样的 对 说是真的是不叫不可思议 就天流佛 对 他们也没办法 他说这就是天意 对 天意 从他们之间来说也感动了这一点 求是他吃了没办法行走 因为下得太大了 七霞寺方丈龙相告诉我们 这五年来 七霞寺严格遵守考古部门 对国家以及文物保存条件的硬性要求 严格执行消防保卫部门的规定 不复这五年的托管 那明天他就要不要迎风到流手山去了 在那一个地方再一个重新安逢 那么您这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从如果我站在这个七霞寺 以七霞寺这样一个自私的心而言 那当然我是不愿意复舍地到流手山去 对 谁也不愿意 这是我站在一个世俗人的这种心态来说 确实有这种心态 但是我们从对福祖的恭敬心而言 从条件上来说 我们当然看得到感受得到的 那么当然流手山那边建的要比七霞寺好 但是七霞寺因为是很参筑 产地也有限 时间也很紧 所以从这点方面来说 没办法跟流手山比 因此我们只能说把更好的条件 更亲近专业的产地要提供 来供服佛的这种舍利 如果我们再实行的 就是把福神留在这里 不敢请过去 这点应该说是违背的 从我个人认为 理解上来说是这样的 佛是全人类的 对 也不能说是我们哪一个人 对 2015年 释迦牟尼佛鼎舍利供奉大典 在南京牛手山隆重举行 这场佛门又以千载盛世 由多个环节组成 第一个环节就是七霞寺佛鼎舍利 公营法会 龙象大和尚在僧众们的处庸下 将佛鼎舍利奉送到佛鼎宫的佛鼎寺 佛鼎真鼓为何选择七身于牛手山呢 我们牛手山的这个与佛际的因缘 他在佛教的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他佛教文化的发生过程当中 他是非常的深刻 比如说我们唐代的法荣禅师 在这里创立了牛头禅 那么牛头禅 为什么说他发生的深刻 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 从应顺法师的讲法是中华禅的实际创立者 实际创立者 他比六祖骑士早 四祖传一箔传给了红人 然后过江到这里碰到了这个法荣 对对对对 说我已经把一箔传了没法办了 你另开一只是吧 别离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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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手山位于南京江宁区 过去这里有两个形同牛手的山峰 但是上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 西峰的山体经过两次破坏性的铁矿开采 形成了六十多米的矿坑 只剩下了东峰的一个塔 自从定下佛顶真谷安放牛手山的方案之后 牛手山启动了补天鹊藏地宫初双塔 新佛寺的方案 方案提出在矿坑里建造一个高89.3米的佛顶工 补天鹊不仅要挑战规划设计 还要挑战工程施工 因为山体是不稳定的 但凡它有任何变动 整个建筑就会像蛋壳一样被击碎 规划设计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让这个蛋壳漂浮在山体当中 我们大熊井现在 它现在最终选用的方案是采用轻型铝合金结构 整个轻型铝合金网窍 它的南北220米 东西跨130米 而且整个靠东边这一侧是完全挑空的 它不是一个四面落地的一个稳定结构 而挑空的最远一端到我们当中 现在还没有完成的支撑柱 有超过30米的单边悬条 佛顶工是一个集佛教文化 现代建筑工艺美术于一体的大宫殿 它总共分为上下九层 方案设计者最终采取现代的建筑手法 来表达传统的建筑意境 大穹顶形如佛祖袈裟 覆盖在小穹顶之上 小穹顶又坐落在莲花宝座中 佛顶工的设计处处充满宗教象征意义 因为我们整个的矿坑它是怎么讲 是南北长东西会窄一点的一个 椭圆形 所以我们的佛顶工也是椭圆形 然后我们整个的造型的意象 最终是来源于我们现在所谓莲花拖珍宝 莲花拖珍宝 莲莲宝珠 是莲花座拖到了一个莲莲宝珠 以下的一个个菩提门 共同撑起一个莲花座 当中的小穹顶远观一眼望去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形态 形成一个明亮的保住的这么一个概念 用三年时间赤字40亿打造的牛首山佛顶工 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近10时 迎来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佛顶谷设立 来自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的新城法师 就将佛顶谷设立交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学成法师 三位法师缓步移动到庙堡莲花设立宝坛 也是这个设立大塔的正中央 108位来自海内外各地的高僧 环绕在佛顶真谷四周 如同当年在佛祖周边绕膝而坐 他们共同念诵佛经 肃穆至成 鼎礼佛顶真谷 这场高规制的佛教传统礼仪 也是千载难逢 这一天佛顶真谷首次在佛顶宫接受完僧众的鼎礼之后 被安全地转移到负六层地宫 曙光法师带着弟子们完成清理工作 未来守护佛顶真谷舍利的重任就在他及弟子们的肩上 法师们要站班 要诵经 要搞卫生 刚才搞卫生 美鲜如是 念经呢 早晨引起念经 本是释迦牟尼佛圣号三称 念伯入伯罗密多心经 三唱谋合 再唱怨宵三唱烛烦恼 这个很简约很浓重的一规 迎请佛顶舍利供大家占领 曙光法师告诉我们 此后每年元旦春节 国家期间和释迦牟尼佛出家日 涅槃日 佛诞日 成道日 佛顶古舍利 都将对外供奉占领 当释迦牟尼即将涅槃时 弟子们问 佛陀 你涅槃之后 我们将以谁为师 佛陀说 以戒为师 除此佛陀还有这样一段告白 一切组合的事物都会腐化 勤劳地实践你自己的救赎 两次参加佛顶古舍利安奉的心云大师 对詹里佛顶古的信众们 有这样一段开始 这段话 或许更贴合佛陀本意 佛顶古 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佛顶古 我们也不要去看 是什么样什么样 它不是什么样 佛陀的发生等于许可 你该看虚空吗 就是虚空无相 无所不相 要是世界上唯一的秘密 我要能够 你还能够 你成为佛陀 要是世界上唯一的秘密 我可以看虚空无间 那 那 那 我真的想知道